活在老公最难的那年 和他提出了离婚 所有人都骂我没人性 可我还是逼着他签下了离婚协议 后来他挺过难关 成了高高在上的总裁 我逼了他两年 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他见面 没想到却让他看到了我最落魄的模样 他盯着我眼底满是恨意 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 拼命地灌我酒 我不停地吐 大口的鲜血从嘴里往外涌 他冷着脸嘲讽我 说这是我背叛他的报应 我没有反驳 任由他折磨我 反正也快死了 他高兴就好 这个合同你盯了有一个月了吧 把这杯酒喝了 我就立个签约 我盯着高脚杯里满到溢出来的高度白酒 强忍着胃部传来的静暖 对着安琪堆了满脸的笑容 我手指微微颤抖地端起桌面上的酒杯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将刺猴的酒如树倒进了胃里 酒刚进胃 一阵火辣辣的刺痛感 让我不受控制的浑身颤抖起来 上周去化疗 医生强烈要求我住院治疗了 他说如果我不听医嘱 就凭我病情恶化的速度 随时可能死亡 我拔掉身上所有的仪器 在医生谢斯迪里的喊叫声中离开了医院 就差这最后一单 签了这单 我就真的没有遗憾了 我捏着拳头 死死地咬住牙关 拿出公文包里的合同 翻到签字的页面 恭敬地放在安琪面前 并且将签字笔打开九十度鞠躬递给安琪 安总 安琪接过我手里的签字笔拿着合同 皱着眉头 前前后后将合同翻了好几遍 见状 我犹豫着要不要张嘴解释 安琪却不小心将合同吊在了地上 我对着安琪狗腿子地笑着 弯腰去捡地上的合同 她却将高跟鞋踩在了上面 她仰着头 脸上带着一丝羞涩和得意 君如 文言 我捏着合同一脚地手紧了紧 身体僵硬得厉害 差点没站稳栽倒在地 我用余光看向了门口 指尖站在门口的男人眼神阴沉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我旁边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嘴唇微起 声音冷漠还带着一丝不屑罗温宁 真的是你 看来和我离婚后你过得也没多好 圣君如冷这样看着我 与气里满是不甘和恨意 我趴在地上 强迫自己对着他笑 早就听说圣总大名 也知道想和圣总合作的公司多如牛毛 求您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 只要您同意 您提什么条件我们公司都能答应 我下的脸颊有些僵 胃里不停地翻涌灼烧 让我想要快点结束掉此时此刻尴尬的局面 以前圣君如最讨厌我阿谀奉承的模样 希望他今天也能因为厌恶我让我快点滚 他厌恶的别过脸 转身坐在了我旁边的椅子上 他抬手拿起桌面上为开封的白酒递到我面前 喝光它 我考虑给你个机会 我抬眼看着一整瓶的白酒 胃里翻江倒海 我捂住嘴强迫自己将反上来的液体咽下去 对着圣君如摇了摇头 圣总 这酒喝下去怕是要出人命了 圣君如垂眸眼底闪过一抹狠力 他招招手 站在门口的两个保镖立刻朝着我走了过来 将我死死的压跪在圣君如的面前 圣君如满眼恨意的盯着我 打开白酒瓶子 一只手掐着我的下巴 另一只手拼命的将白酒往我嘴巴里灌 这是你欠我的 圣君如知道我酒量不好 却还是将那一整瓶的酒全都灌进了我的胃里 他松开我下巴的刹那 胃里的液体翻江倒海的喷涌而出 我捂着嘴快速地朝着卫生间跑去 我趴在马桶上 胃里的液体从口腔里挤出来 一波接着一波 我感觉胃疼得厉害 像有一只手想要将它生生掐碎 看着磁白的马桶里蹦见的鲜红色液体 我有些慌乱的伸手按下了冲水按钮 我侧目看向站在卫生间门口 一脸厌恶盯着我的圣君如 用衣袖将嘴边的鲜血蹭掉 然后撑着身体艰难地从地上站起身来 酒喝完了 盛总和我们公司合作的事情 我会和贵公司其他人联系 今天非常感谢盛总给我这个机会 我扶着门框 对着圣君如居了一躬 他决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用力地将我按在门框上 嗡狠狠地盯着我 两年前公司差点破产的时候 你逼着我签下离婚协议 我以为你会过得很好 没想到你竟然混到靠赔九千合同的地步 现在我变成了盛总 公司不仅没破产 还上市了你有没有后悔 当初不管不顾地将我留在那个烂摊子里 圣君如恶狠狠地盯着我 抓着我衣领的手微微地颤抖着 我躲开圣君如恨不能生吞活泼了我的眼神 轻轻地扯了扯自己的裙板 紧紧地拧着嘴巴 不敢让胃里的血涌出来 见我没有回答 圣君如恨恨地松开我的衣领 因为他刚刚按住我的力道太大 他突然松开让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腿软直接摔跪在了他的面前 他盯着我冷笑出声 从今天开始 你罗温宁在这个行业将寸步难行 我会联合行业大佬 不给你一点赚钱的机会 以后就算你像今天这样跪着求一份合同 也不会有人给你 圣君如弯下腰怨愤地盯着我 我要让你走投无路生不如死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我仰着头对上圣君如的眼睛 心脏抽疼得厉害 我动了动嘴角 求他 这份合同是之前就和安总说好的 能不能 他冷着眼转过身 对着身后的保镖吩咐 把他丢出去 越远越好 我挣扎着想要挣脱保镖的束缚 我就插着最后一笔钱就可以安心地闭眼了 我不想我死后还有人因为我去找圣君如的麻烦 我挣扎着 对着圣君如喊道 就这最后一份合同 圣总只要你让我签了 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认了 圣君如盯着我眼底有风韵涌动 罗温宁 你觉得凭你的命也能威胁我 我绝望地看着圣君如冷漠的模样 任由保镖将我抬了出去 他们用力地将我丢出酒店大门口 我身体压在地面上的时候 喉头一抹腥田 我挖得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我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撑着身子往路边走 我要尽快去医院 我还不能死 我还没有还上最后一笔钱 车子停在医院门口 我以最快的速度跳下了车 撑着最后一口气朝着台阶跑去 可还是晚了 我死了 死在了医院门前的台阶上 我的灵魂飘荡在空中 不受控制地一直飘到了圣君如的身边 我以为圣君如这个时候会回家 没想到他却来到了公司 办公室里没开灯 他靠坐在办公椅里 闭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门口有声响 我下意识地想要往办公柜后面躲一躲 却发现我已经变成了灵魂 谁都看不到我 我走到圣君如的身边 和他一同抬眼往门口看过去 安琪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推开门 目光急切地落在了圣君如的身上 城东那家小笼包关门了 我买了别家的 你尝尝怎么样 安琪将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打开 摆在圣君如的面前 细心地打开筷子 递到圣君如的手里 圣君如夹了一只小笼包放进了嘴里 还没咀嚼 就厌恶地吐了出来 这个味道不对 下次别买了 看着圣君如挑剔的模样 我心脏抽疼得厉害 我想伸手握住他的手 可是我做不到 我甚至连他的指尖都触碰不到 城东的那家小笼包是大学期间我最爱吃的店 一开始圣君如是不喜欢这家店的 是我整天拉着他的手撒娇 求着他陪我去吃 吃得久了 圣君如也就跟着我的口味 爱上了这家的小笼包 最近这几年开店的夫妻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每天只受卖五十笼 去晚了就没有了 我嘴巴馋又爱赖床 每次央求着圣君如第二天陪我去吃 第二天我都会睡过头 可是每次圣君如都会将热腾腾的小笼包送到我嘴边 我知道那是他三四点钟去排队给我买回来的 那时候看着圣君如的样子 我就在心里发誓要和他幸福一辈子 可是后来公司出了问题 为了保全他 我只能逼他和我离婚 离婚后我倒是能早起排队了 可是自己排队买的好像味道都不一样了 这小笼包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你只吃城东那家的 安琪有些不悦地将筷子放在了桌子上 虽然他已经极力控制了 可是筷子还是和桌面发生了不小的撞击声 圣君如抬眸看着安琪 与其生硬又血不耐烦 我没逼着你去买 安琪皱了皱眉头 绕过桌子走到圣君如的身边 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与其林婉是讨好 明天我再去你爱吃的那家去买好吗 看着安琪握着圣君如的手 心里有些酸 但是他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找别的女人 更何况现在我已经死了 圣君如将手从周西的手里收了回来 他侧过头 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看你是想要和罗温宁就情复燃吧 三年前是你求我帮你在公司财务上动手脚 想要釜底抽薪独吞整个公司 公司出事后 你绞尽脑汁想要将罗温宁踢出局 怕时间久了他看穿你的阴谋 联合罗嘉让你彻底在这个城市消失 但是没想到他却心里一步提出了离婚 当时也是你让我把罗温宁逼你离婚的事情利用安家的手段在公众面前放大 让你自己成了受害者 这两年我不顾安家反对帮你公司上市 你说只要公司上市你会娶我 难道你想反悔吗 你要知道 我既然能将你拖到如今的位置 我也能让你摔得分身碎骨 安琪满眼威胁地盯着圣君如 一双眼仿佛要将他看穿 我震惊地盯着圣君如 这两年坚持的所有仿佛在这一瞬间都崩塌了 我焦急地在圣君如的身边打转 希望他解释清楚 告诉我安琪说得不对 告诉我他根本没做过那样的事情 可是圣君如却伸手搂住了安琪的腰 眼神暧昧 与其讨好 我怎么可能想反悔 看着两个人轻车熟路的样子 我发狂地抱着头想要立刻离开这里 我愤怒地朝着门口走去 却被一阵光挡了回来 我绝望地坐在地上 听着身后两人暧昧地对话 不受控制地用手锤打着自己的心脏 可是我感受不到痛 我甚至根本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 我用手堵住耳朵 不想听他们两个令人作呕的声音 可是我做不到 不论我怎么样那声音我都听得到 我靠坐在角落里 脑海里不停涌进和圣君如的过往 我是罗家的私生女 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因为难产死了 这些年罗家对我极其苛刻 外界的人甚至不知道罗家还有我这个女儿 从小我就知道 罗家不会给我任何帮助 我想要过得好只能靠我自己 大学刚毕业我就想好了出入 当时我盯上了自媒体这个新兴行业 我和圣君如探讨过这方面的未来 他也觉得可以赌一把 于是我们一毕业里就决定创业 我们拿着两个人身上凑出来的所有钱 在学校附近租了出租屋 开始最初的创业 那时候网上拍段子很火 我们就跟着拍 圣君如的文笔好 脑子比我灵活 所以写剧本 做创意和幕后都是他来弄 我负责露连表演 每天焦虑不安的拍段子 却没什么粉丝 坚持了两个多月 我们身上的钱彻底花光了 房东将我们全部的行李 都丢了出去让我们滚 我和圣君如拎着行李 摸着口袋里仅剩的五块钱 决定吃饱了再拍一个视频 就结束所谓的创业 安心的找个班上 我们拍的是连续剧 最后这个段子 我们直接写到了结局 打算有始有终 没想到之前的一个视频 毫无预兆的火了 观看量上亿 那天晚上我和圣君如 在天桥底下艺人手里 抓着一包袋装泡面 兴奋的不停的尖叫 流量好起来了 粉丝也疯狂的增加 我和圣君如 借着这波流量接了广告 又带货赚钱 大学毕业的第五年 我们的员工就有一百多人 实现了财富自由 我们将工作室变成了公司 公司的市值高达十几个亿后 我们打算将公司上市 一切准备都做好了 没想到公司财务却出了问题 资金链断裂 广告商撤资 一夜之间所有好运都没了 我看着公司里漏洞 摆出的账本 看着脸色比我还要难看的圣君如 将到了嘴边难听的话 咽了回去 我劝自己 圣君如不是学金融的 账目有问题 他看不出来很正常 人这一辈子运气 有好有坏也算正常 只要人健康的活着 就有东山在极的可能 可谁知道紧接着 我就被查出了未来中期 医生说中期治愈的希望很大 让我不要放弃 看着公司烂的一塌糊涂的账本 盯着一天八百条催还欠款的短信 还有罗家J203逼我交出公司所有股份 我心一横 将所有债务都拦到了自己身上 逼着圣君如和我离婚 这两年为了还钱 我不顾一切的拼命赚钱 哪怕明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还是想着有始有终还完欠下的所有欠款 我受尽的折磨和苦难 竟然是圣君如社的局 我抬头看着办公桌上一脸满足的两个人 核心的想要将他们撕碎 安琪搂着的圣君如搏梗 我们婚礼的时候 我想让罗温宁来 安琪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圣君如的电话铃声打断 她接通电话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抓着衣服往外面跑 罗温宁怎么可能死了 夜里的太平间灯光昏暗 阴森森的让人一踏进去就下意识的害怕紧张 圣君如因为来的匆忙 衬衫是在路上穿的 扭扣还卸错了两颗 头发虽然在路上整理过了 可是看上去还是糟糕又凌乱 她站在我的尸体旁边 垂着眉头一声不出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站在她旁边目光落在了 躺在床上脸色惨白 浑身是血却没了生气的自己 我死的时候应该是脸撞在了楼梯上 所以脸上带着新的伤疤 伤疤处的血迹已经干涸了 我嫌弃的皱了皱眉头 这个应秀就不能给点临终关怀帮我擦擦脸 想想我又叹了口气 这两年儿的治疗 我已经欠了应秀不少钱了 我本来想把欠款都还完后 再努力赚一笔还给她 应秀也是倒霉 遇到了我这样的病人 站在我身边一直没动的圣君如 缓慢的往前挪了挪脚步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突然笑了 罗温宁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我不过就灌了你一瓶酒 你竟然在这里装死吓唬我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演技吗 圣君如将我从床板上一把抓起来 他抓着我的肩膀目光凶狠地盯着我 罗温宁 我警告你别在这故弄玄虚 就算你真的死了 我也不会对你心软 这些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你明面上和罗家划清了界限 其实你对地里早就和罗家人联系了 你就是想把我们的公司当成你回罗家的踏板 所以我才联合安琪对公司的项目动了手脚 公司是我的心血 是唯一能让我跨越阶级翻身的机会 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将它送给罗家 看着姚婉如愤恨的模样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原来圣君如早就开始提防我了 公司刚有起色那年 罗家人确实频繁地找过我 也确实和我谈了将我们的公司和罗家合并的想法 但是我都拒绝了 后来他们又利用找到了我妈的遗物来威胁我 让我尽快和他们合作 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公司 看着罗家的嘴脸 我反击了他们 那段时间我们的公司也确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我之所以没告诉圣君如 就是怕他多心 怕他因为罗家的事冲动 得罪了罗家 没想到他竟然都知道 还把我和罗家人见面的事当成了我要讨好罗家的证据 他连问都不曾问过我就直接和安琪联手设计陷害我 我真没想到 我最爱的枕边人 在我们发达之后竟然夜夜提防我 身后有声响 圣君如将我放回床板上 抬手扯了扯衬衫下摆 用余光往身后看了一眼 在看到穿着白大褂的映袖后他哼了哼 神色复杂地盯着映袖 你是医生吧 你过来看看他是不是在装死 英秀一把甩开圣君如的手 指着我恶狠狠地盯着他 我是罗温宁的主治医生 我在罗温宁的体内发现大量的酒精 并联系了公安人员进行了调查 公安人员和酒店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核实 罗温宁在死前被人恶意灌过量的酒 导致他突发脑溢血猝死 很快警察就会联系你 到时候希望你还能像现在这样装傻 圣君如的身体微微晃动了一下 他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 深不见底的眼眸闪过一抹慌张 嘴里泥喃 他怎么可能死呢 天快亮的时候 我跟着圣君如来到了警察局 一起到的还有安琪和应秀 安琪看到圣君如快速地走到他身边 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他神色有些复杂 但因地闪过一抹笑意 罗温宁他真的死了吗 圣君如看着安琪微微皱了皱眉头 眼底是浓重的不悦 他死了你很高兴 安琪文言微微一愣 随后冷哼一声甩开了圣君如的手 你哪里看到我高兴了 我就是担心他死了会追究我们的责任 我是在担心你 圣君如将手捏成拳头放进了口袋里 垂着眼眸没有说话 看着圣君如的模样 有些怜悯地看向了安琪 虽然圣君如表面上对安琪言听计从 百般讨好 但是以我对圣君如的了解 他根本就不喜欢安琪 他和他在一起大概只是为了公司上市吧 男人为了事业果然是一切皆可抛 警察将我生前的东西都拿了出来 应该是映秀去我家里拿过来的 我的状况一直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最近这两个月 有的时候会迷迷糊糊地晕倒 我怕我真的死了以后没人帮我收尸 我就把备用钥匙放在了映秀那里 没想到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警察将目光落在了圣君如的身上 罗温宁的前夫 圣君如眉头紧锁地看着警察手里的东西 然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警察将我用文件带装的东西递给了圣君如 这是死者生前欠的债务 经过我们调查 这笔债务之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后来死者通过手段改到了自己的名下 给你的这份是他最后一笔债务 其他的他都还完了 警察将厚厚一打转账记录单往前推了推 这里一共的债务是567万 这是死者生前还的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圣君如拿着我没还完的账单 盯着桌面上的转账记录 微微一愣 不敢置信地呢喃 怎么可能 公司的债务我早就还清了 怎么可能需要他还 而且他为什么是一个人在还这些债务 罗家呢 罗家没有帮他吗 警察皱了皱眉头 在一打文件里翻找了半天 将我和罗家断绝关系的书面说明和我以个人名义揽下所有债务的声明书找了出来 这些东西都在这了 你看看吧 圣君如捏着拿着文件 脸色难看得要命 他转头盯着安琪 眼底闪过一抹很绝 这些债务为什么是罗温宁在还 罗温宁离开公司以后 是你说你会把从公司账目里拿走的钱全部还回来 为什么这笔钱要罗温宁来还 安琪被圣君如定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皱着眉头捶着张了张嘴想要狡辩 英秀立声打断了他 他冷着眼看着安琪和圣君如 我真是替罗温宁那个傻子感到不值 当年你们公司出现问题 他害怕罗家趁火打劫 为了让你能好好的生活下去 他一个人揽下所有债务和罗家断绝了关系 为了还债 本来还有旧的胃癌中期 硬是让他拖到了晚期 上周我求着他住院 他却说要签下最后一份合同 用金到手就再也没有债务了 他到此都不想让你背上债务 你却说笔债务已经被那个女人还完了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英秀板着脸 脸色难看的盯着圣君如 他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 他转头看向安琪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对不对 罗文宁还的这笔钱在哪里 我看着一脸严肃又认真的圣君如抿了民嘴角 他能被安琪瞒着这么久 说明他是真的很信任他 只不过安琪这个女人太贪心了 安琪清了清嗓子拉住了圣君如 眼底闪过一抹慌张 君如 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现在在警察局 这事儿等我回去再和你细说 圣君如甩开安琪的手 脸色阴沉 好 你不告诉我是吧 那我自己查 圣君如垂眸按着电话号码 旁边的安琪已把将他的手机抢了过去 我再说一遍 这件事我会和你解释 圣君如捏着拳头盯着安琪 手机给我 安琪眼神慌张地盯着圣君如 你就非要现在知道吗 看着安琪为难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蠢 这两年拼了命赚的钱 竟然都进了安琪这个贱女人的口袋里 圣君如盯着安琪 安琪紧紧地握着手机 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英秀看透了事情原委 直接一份填英 圣君如你看不懂吗 他吞了罗温宁那个蠢女人用命换来的所有钱 圣君如听完英秀的话 突然失控的一巴掌打在了安琪的脸上 声音大的惊呆了所有人 安琪愣了一下 随后捂着红肿起来的一张脸盯着圣君如尖叫 你竟然敢打我 圣君如你竟然敢对我动手 安琪一边哭一边朝着圣君如扑了过去 发疯一样地扯着圣君如的衣服破口大浪 是谁求我把罗温宁赶出公司的 你既然狠心将他踢出公司 那他的死活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真的关心他 那你为什么要背着他做这种事 圣君如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坏事做尽还想让别人觉得你好 我实话告诉你 现在的公司也不是你的 它是我们安家的 我得感谢你明明不善于经营 却还刚愎自用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用三年的时间 空手套到一个这么大这么赚钱的公司 站在旁边的警察见状想要上前拉开两个人 英秀立刻跑了过去压低声音对警察说 你们再听听 肯定还有别的事 没准他们公司的税务都有问题 警察完颜收回了迈出去的腿 看着英秀替我出气的样子 我垂眸勾了勾嘴角 这两年啊 也就他对我这么好了 圣君如被安琪打得怒了 一把将安琪推倒在地 他呃狠狠地盯着安琪 你说什么 我这么信任你 你竟然连我都坑 安琪冷笑着盯着圣君如从地上爬起来 想要揪他的头发 圣君如大概是被刺激到了 手下不再留情和安琪打了起来 看着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 我无奈地皱了皱眉头 两个好的时候联手想要将我置于死地 反目了竟然这样不要脸面的互殴 不知道此时的圣君如有没有后悔当初设计我 两个人互殴的鼻青脸肿 气都没喘云 警察就以他们恶意灌酒 导致我死亡的理由要将他们关押起来 安琪文言立刻拿出电话打给了律师 安琪冷着眼盯着圣君如 本来想着等我们结婚之后 我再顺理成章地将公司拿到手 既然今天已经撕破了脸 我也就不装了 从今天开始你将一无所有 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的助理或者律师 圣君如看着安琪被律师带着离开 他站在原地抿着嘴唇愣神了很久 然后转头看向了映秀 我不会找律师为我辩解 这是我欠温宁的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样的请求很自私 但是我希望你能帮我保留温宁的遗体 我想再送他最后一程 映秀冷着眼盯着圣君如 我呸 要不是你罗温宁也不可能死 本来他还能再活息日子 他一个胃癌晚期患者 你们逼着他喝酒 最后急性脑出血死了 你们可真索命的恶鬼 你还想送他最后一程 你不觉得自己会气吗 我要是你啊 出去之后先和那个贱女人拼个你死我活 他不仅坑了罗温宁 还坑了你 就算是死 你也得拉个垫背的吧 听着英秀的话 我抬手对着他就是一拳 他这个人怎么回事 我都已经死了 不管是怎么死的 他也不能教唆圣君如去找安琪报仇啊 圣君如绝望地盯着英秀 如动着嘴唇 却是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英秀翻了个白眼 轰了轰转身往外走 我也跟着他走 可是走到警察局门口的时候 我又一次被弹回了圣君如的身边 因为我有病史 安琪又赔了一大笔钱 警察酌情只拘留了圣君如三天 三天后 他离开警察局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去医院找英秀 英秀看到他眼底的厌恶遮都遮不住 圣君如我那天说的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这里不欢迎你 圣君如捏着拳头 一脸沧桑地盯着英秀 我知道错了是我对不起温宁 我只想看他最后一眼 哪怕是骨灰也行 就当我求你了 看着圣君如痛苦的模样 我皱了皱眉头看向了英秀 快让他看我一眼吧 快点了 却他的心事让我离开吧 我真的不想再留在他身边了 他拘留的这三天我感觉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一样 两年的光景竟然将他折磨成这般模样 他身上早就没了当年温文如玉的性子 相反的他变得暴躁一弄 我甚至怀疑他可能得了狂躁症 如果我再留在他身边 我早晚会被他吓死 英秀叹了口气 拿着钥匙带着圣君如来到了存无骨灰的地方 去看看吧 看完了记得帮他报仇 圣君如没有说话 静止地朝着我走了过去 英秀剑撞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 圣君如盯着装着我骨灰的盒子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他跪在地上声音哽咽 温宁 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不信任你 不应该贪心不满足 这两年我和安琪过得很不好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擅长伪装自己 情绪都写在脸上 我根本就不喜欢安琪 可是却要讨好他 让他高兴 他脾气大 每次都要和我争个高下 我和安琪每次吵玩架我都会想到你 你从来不会让我为难 每件事你都会站在我的角度着想 我以前一直以为所有的女人都能和你一样 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包容我 理解我 照顾我的感受 经历了别的女人 我才清楚只有你是真的爱我 我那天看到你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折磨你 我只是心虚 我害怕你知道一切 恨我 你逼我签离婚协议那天 我其实心里很慌很纠结 我一边担心你发现我和安琪的事情 一边又害怕你真的和我离婚 可是我已经走到那一步了 我没办法了 我回不去了 我以为离婚以后你会换一个城市生活 我没想到这两年你竟然吃了这么多的苦 圣君如趴在地上哭得好伤心 他哽咽地抱着我的骨灰 我不应该不信任你 我应该调查清楚你和罗家的事情的 至少也应该问问你是不是真的 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和安琪在一起了 他挑拨我 让我将你踢走成为公司真正总裁 我一时脑袋热就相信了他 没想到 我竟然中了他的技 害得你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你生病了 我肯定不会那样做的 温宁 我会替你报仇 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会帮你报仇 圣君如一边说一边拿着手机翻看着手机里的各种表格 然后一张一张地倒出来做成文档 他将整理好的文档发送到了一个网址 那网址好像是国家税务局 圣君如又说了很多后悔和对不起我的话 看着他的模样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既然当初他决定背叛我如今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天快飞的时候 圣君如才离开 他叫了车直接到了安琪家 安琪家的大门敞开着 好像就是在等圣君如 安琪冷着眼盯着圣君如 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住得不舒服吧 洗澡水我帮你准备好了 你要是跪在我面前可以摆个响头求我原谅你 我可以考虑把你当条狗来养着 圣君如冷笑着看向安琪 你现在高兴得太早了吧 公司最终能落在谁的手里还是未知数 我已经给公司打过电话了 我的股份还在 你所说的公司已经变成你的了 她是在做梦 安琪得意地笑了 我在做梦 公司的负责人是我法人是我 所有的股权都在我名下 授权书和转让书都是你亲手签的呢 只不过我还没有公布 公司的那群人当然不清楚 圣君如捏着拳头恶狠狠地盯着安琪 比其阴狠 不可能 我从来没签过任何转让合同 安琪站起身 盯着圣君如笑了 你记不记得你是怎么骗罗温宁的 他那么信任你 你随便拿个合同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了 我也是如法炮制啊 圣君如你真是没良心啊 罗温宁对你那么好 公司的股份都一人一半 你可真是不知足啊 圣君如愤怒地盯着安琪 浑身颤抖 我要报警 你这是诈骗 安琪挑眉 报警吧 正好让当年那些为你一份甜鹰诅咒 罗温宁的人知道 知道你是如何欺负人的 安琪说完 圣君如捏着拳头盯着安琪看了很久 下一秒他就朝着安琪扑了过去 我今天来你这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我要替罗温宁报仇 我要让你死 我看着圣君如手里捏着的手术刀 心里一慌 他什么时候顺走了赵川的手术刀 安琪见状本想躲开 但是圣君如的速度太快 一刀插进了安琪的腹部 安琪震惊地盯着圣君如瞪大了眼睛对着家里的庸人大喊 庸人赶过来的时候 安琪趴在沙发上腹部不停地往外涌血 圣君的一把将安琪腹部的手术刀拔了出来 他冷着眼盯着安琪 安琪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是你挑拨我和温宁的关系 是你故意靠近我抹黑温宁 是我心里不信任温宁 是我不长眼 拙了你的道 我对不起温宁 你也对不起他 你想让你们安家接手我的公司 圣君如冷笑出声 你做梦 我已经把公司所有有问题的账目都发到税务局了 我得不到的水也别想得到 圣君如仰着头笑的甚人又狂妄 他恶狠狠地看着拿着手机报警的庸人 将手术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他跪在地上垂眸盯着自己的无名指 温宁 我下去和你道歉 下辈子我们还在一起 这次我一定永不变心 圣君如厌弃后 我的灵魂突然变得更轻了 我慢慢地向上飘 然后一道金光闪到了我的眼睛 我便彻底消失了 圣君如视角 我家里很穷 一整个村子里指出了我这么一个大学生 我离开村子去上学的路费是村子里的乡亲们一块一块凑出来的 我走那天我爸妈抓着我的手告诉我一定要混出个人让出来回来报答村子里的父老乡亲 我对着爸妈点头 那天宿舍其他人开玩笑说我这幅长相想要一步登天去帮富婆最容易 听着他们的笑声我自卑地躲进了被子里 可是却觉得他们的话可行 我开始留意各种网站 结交上了年纪的有钱女人 我以为老天爷会眷顾我 我可以靠着女人一步登天 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 我差一点就被那个老女人扣在那种地方卖下赚钱 就在我迷茫又绝望的时候 我遇到了罗温宁 她很漂亮 看起来不像有钱人 但是却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开始够努力地打工 更努力地学习 我想着如果只能平凡地过一辈子 那我想要跟我喜欢的人一起 我和罗温宁在一起以后 我把我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她 后来知道她是罗家的私生女后 我动过那种让她认足归宗的想法 可是每次提到罗家她都很抗拒 我便再也不敢提了 大学快毕业那年 罗温宁提出了要创业 我听着她对未来的展望和分析 我觉得我可能还有机会成为人上人 我们两个为了拍视频吃了很多的苦 我文笔好 做幕后和剧本的工作 可是为了吸引观众 每天我想剧情想到失眠脱发睡不着 罗温宁更是压力大到晚上偷偷地哭 我们被房东赶出来 那天我就决定好了 找一份工作和罗温宁结婚 过普通人的日子 大概老天爷觉得应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们的视频爆了 从那天开始我和罗温宁的事业扶摇直上 可能是我们成功的太过于顺利了 欢迎我们就成立了公司 从那天开始我便有了提防罗温宁的心 我怕她把我当跳板回到罗家做千金大小姐 我会变成一无所有的那个自己 我和安琴是在一场聚会上认识的 她一看就是富家千金 一贫一笑都带着贵气 我故意接近她 和她暧昧不清 问她一些关于公司的事情 一来二去她对我也有了想法 知道我已婚后她也没有吵闹 而是叮嘱我要防着罗温宁 我听了安琪的话 让她找人帮我在公司的账目上动了手脚 我知道我对不起罗温宁 但是我不敢赌 我必须要成为人上人 我成了人人见我都要对我恭敬有礼的圣总 我感觉我成功了 就想要去找到消失了两年的罗温宁 没想到却被安琪发现了 她动用人脉找到了罗温宁 还特意叫我过去说给我惊喜 看到罗温宁的刹那 我又开心又害怕 但还是按照安琪的意思折磨了她 听到罗温宁死了的消息的瞬间 我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我真的没想到她病得那么严重 我甚至不知道安琪还给她设计了那么大个坑 当初她逼我离婚的时候我还在借喜 如今去满是悔恨 我不能想象这两年她一个人治病 还在吃了多少苦 我也不能原谅安琪对她做的一切 在拘留的那三天里 我求警察让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我知道 安琪偷着将公司转移给她自己的事情后悲愤又难过 是我活该 逼走了罗温宁 让安琪钻了空子 但这两年我也长了心眼 公司账目明细都在我手里 只要我想我可以让安琪一无所有 离开公安局后我去找了应秀 我想再看看罗温宁 我想给她道歉 我抱着她的骨灰哭了很久 拿着偷来的手术刀去找安琪 我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要了安琪的命也算我赚了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就要让安琪给我陪葬 我对不起罗温宁 她对我那样好 我却害死了她 如果还能有来生 我希望还能和罗温宁在一起 还能好好爱她 英秀视角 两年多以前我在诊事第一次看到了罗温宁 女人穿的都是高级货 一看就是有钱人 检查结果出来后 看着胃癌中期的字样 我想好了所有烧钱且高效的治疗方法 打算大赚一笔 我把检查结果打到罗温宁的手机里之后 就盼着她过来 没想到过了很久她都没来 我打电话去询问 她说她不想治了 没过多久她公司就出问题了 她忘恩负义地逼迫她老公和她离婚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看着新闻里一脸平静非要离婚的罗温宁 我呸了一句 这种人死了也活该 后来我又在诊室看到了她 她疼得直不起腰 脸色苍白 她求我给她开便宜的止痛药 她还要出去应酬 我说她这种情况还出去应酬 分明就是找死 我劝她好好治疗 治好的希望很大 她不听 她说我不给她开药 她就自己出去买 我给她开了一堆药 她说没钱 就要最便宜的 看着罗温宁倔强的模样 我说让她拿回去吃着 钱先欠着 从那以后她三天两头未出血来找我救命 了解后才知道她真是个蠢女人 这两年我和罗温宁也算是朋友了 我真的心疼她 她死那天 我刚下手术台准备去吃饭 却看到她浑身湿血地被担架抬了进来 看着她的模样我心里咯噔一下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以为她是并发症引发的死亡 没想到是脑出血 我气得恨不能将她打醒 看着她狼狈的模样 我立刻联系了警察介入调查 原本就够生气的 知道事情的始末后 我更是想将那个男人碎尸万段 但我是个文明人 能用法律武器咱们绝对不能自毁前程 虽然圣君如只被拘留了三年 但是他一无所有了 那个安琪一看就不是善类 他们两个一定会狗咬狗 圣君如来找我那天 我故意将手术刀放在了桌面上 看着他将手术刀藏起来的模样 我垂眸笑了 知道圣君如杀了安琪后 有自杀的消息后 我请了一天假 带着罗温宁的骨灰去了海边 罗温宁说他喜欢海 他说等他死后 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到海里 我捧着罗温宁的骨灰 一把一把的往外撒 不知是骨灰迷了眼睛 还是今日的海风太大 我竟迷了眼